Table工作表上传到TableOnline 这个工作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将我们在Table里面做好的工作表啊 Dashbow啊 全部都上传到我们的TableOnline 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而不是说一定要拥有这一套软体 或者是说不需要到我自己的电脑来去做观看 当然更不需要我把一个已经做好的TWBX这个档案寄给对方 那谁会需要这些资料呢 当然像例如说我们的客户啊 还有就是我们要给一些其他合作伙伴 然后看到这个工作表内容的人 那当然这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就要学会Table工作表如何上传到我们的TableOnline 它的操作方式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进入到我们自己的Table 在Table这边我已经建立好了两张工作表跟一个Dashbowl 那这个档案呢 我已经命名号叫做SnipeWavePage这个档案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把资料上传呢 首先在桌机板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Server 然后接下来点选Publish Workbook 就是把工作表上传 接下来在我们的专案计划这边呢 我们就点预设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一个名称是指说我们这工作表要命名为什么 您看预设就是我的档案名称 在接下来呢 下面这边看我们要不要再增加一些其他可以拥有这个TableOnline 进去观看这个档案的使用者 那这里面呢 我们有三张工作表 是不是每一张工作表通通都要发布呢 这边我们当然都是选择Over 其实我们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然后我们就直接点选发布 那这个前提是因为我已经登入了我的TableOnline 所以我现在点选Publish 然后他说有一个工作部命名为SniperWebPage 已经存在了要覆盖吗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选Yes 是的完全覆盖 那稍微等待一小段时间 他就把我所有在工作表里面的内容呢 上传到TableOnline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Publish的一个结果视窗里面呢 他就会告诉我说我们这边有三张检视表 然后呢 然后呢 分别在这边有第一张Sample 第二张Dream 第三张就是我的Dashboard 结合了SampleDream 以及WebPage 那下面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Open in Browser Window 也就是说开启这个档案 然后用什么来去开呢 好 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在浏览器里面来去看TableOnline 主要要跟各位再继续分享就是这个Open in Browser Window 这个按钮 我们就可以连接到浏览器里面观看我的TableO内容 这边我就暂时点选关闭 대해猜疏 年的 俗